近期 各大高校陆续公布秋季学期返校时间 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 高校开学后有哪些应对举措保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 8月26日 记者来到北京化工大学 作为北京市开学较早的高校之一 北京化工大学已基本完成在校生的返校工作 操场上大二学生正在军训 因疫情防控需求 学生间训练距离也保持在1.5米以上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学校将防疫工作纳入到日常教学和管理中 要求进出公共区域测量体温 在图书馆 教室等室内佩戴口罩等 同时按照非必要不出校的原则 对学生采取相对闭环管理 学生进出校园需符合返校或离校审批和身份核验 体温检测等防控措施要求 非必要不出校 对于非必要这一块呢 我们也不是完全的一刀切 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有一些生病 需要外出就医 还有由于化工大学呢 是因为是分校区办学 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往返两个校区通勤的学生 要进行这个日常的实验 还有一些助研助教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对于这部分同学呢 我们是可以这个由学生提出申请 然后由学院和学校进行审批 然后可以申请这个出校 除了对学校环境进行常态化清洁消杀 学校对食堂宿舍等重点区域也制定了方案 一方面安排学生错分用餐 另一方面也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和食材的把控 我们制定了这个用餐的那个预案 包括学生分流 整个学生管理 分期分批的这种吃饭一个方案 另外呢食堂就是疫情防控方面的 一个是测温消毒 还有一个呢员工管理 我们所有员工呢在上岗之前都做过这个核酸检测 每天早晚都要给员工进行测温 保证员工健康 另外从原材料呢第一我们统一采购 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不再提供生食冷食 包括裱花蛋糕 这些对于这个容易引起这个卫生事件 这些食材 我们这个进行研把这个食品观 新学期北京化工大学也将线上线下同时开学 让每位学生都不掉队 对于无法及时返校报到的 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观看课程视频 获取课程资源 学校也将通过合理安排教室 增加实验室开放时间 加大排课评次等 最大限度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我们在这个春季学期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实时的关注 我们的这个线上教学的这个情况 中间的话呢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学生 比如说他的这个课程啊 或者是网络的原因 那我们也是有一些具体的安排 比如说组织老师 这个给学生呢进行补课 我们每一门课 我们都建了微信群和企业微信群 保证呢我们所有的学生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呢 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原因的话 可能网络的问题 那我们回学生返校以后 我们会单独的对这些学生进行补课 和进行的一些学业的这种资助和帮助 св salt 九二五五五 США